今天的第一位讲师绝对是今天的重头戏 因为他目前拥有着全台湾最大规模的团队 人数最多 精英领队最多 业绩也是最大的 能力到底有多强大 他已经用实际的战机和行动来表明一切 老实说 台湾Reway要是没有他的贡献 也绝对不会有今天的规模 如果你能够从他今天的分享中 学习到一些成功的关键 学习到一些带领组织的关键 绝对受用无穷 那么今天他分享的主题 是我们今天领袖培训会的第一个星 满怀信心 无所畏惧 他是谁 他就是飞马领队五 一款临经营 谢谢总经理Ted的介绍 各位立位的领导人大家好 我是林金银 很开心今天能够代表来谈这一场 2021年第一季度的领袖培训会 我来到这个行业已经六年了 这些年来很多人看到我的时候都会问 是什么样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就 每次听到别人这样问我的时候 我都会仔细缓复的不断的去思考 思考了很久 因为这过程太多重要的关键了 过去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在市场打拼 打拼 卖过很多的产品 也尝试过许多的行业 后来我发现 要把一件事情做好 或是要把事情做大 首先 我们必须敢想敢要 这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这么重要 举例 记得我刚加入V位的时候 只有几个伙伴 人并不多 我永远记得 我到处去跟他分享 只要你加入V位这个平台 往后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地位 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 而且收入也会提高了很多 但是根本没有几个人 愿意相信我 因为当时的我 没有这样的条件 而且当时的公司也不像现在 要让别人相信 能够在这里成功 真的很难 但是经过我自己 甚深的评估 也犹豫了很久 失掉 再加上观察 我已经掌握了一切 有利于我的条件 我就是敢大声地说 我可以的 并且把我未来的蓝图 都规划了出来的 就是敢想敢要 刚开始运作的时候 还有人说我是诈骗集团的 头子 但是我不以为意 仍然继续的行动 最后那个人还成为我的车手 而为何我敢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事情 做了之后的未来又是什么 再分享一个过去 我在开始的时候 有了伙伴 我努力的不断的运作 不断的寻找人 最后有了四个人的时候 我把他们聚集 在内湖的西雅图的咖啡厅 我告诉他们 我们REWAY精英团队正式成立 未来我们将成为REWAY的最大团队 为了这个开始 当时我还要求他们跟我一起拍照 留下记录与历史 当我把目标设定好了 一切都以团队为主 团队组织里需要什么样的资源 我就想尽办法做到最好 伙伴需要什么帮忙 需要什么协助 我一定依不容辞的 去不惜代价的 去空陷我的时间 以及我的力量 而努力六年的成果 相信也不用我多说 结果已经证明了一切 管我们团队 就已经有五十六飞马领队了 如果当时的我 想东想西 这个人不行 那个人不行 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这个人不适合 这个人不要 我可以很肯定的跟你们说 我今天的结果 还是很辛苦的 每一个月工作 为自己的生活会 而不断的忙 不断的忙 忙忙忙 白忙一场 最后是空忙 也不可能有今天这个机会 坐在这个地方分享给大家 那更不可能 在过去 我自己可以坐上了头等舱 并带着一群人坐上的头等舱 还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举动 就是包飞机 我带着三百多个人的团队去旅游 所以在这几年的下来 我深深的体悟 只有你愿意相信你自己 什么能够都做得到 什么都能够做得到 我来讲一个英文字 叫做impossible impossible叫做不可能 但是其实我们把它拆解这个字后 不可能就是我是可能的 叫做I am possible 也是这样 我很清楚 信心就是成功的关键 你必须要对你自己 有百分之百的自信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世界上有很多人 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寻找 一个改变的机会 但是很多人就算他找到了 他们也未必会相信自己 能够做得到 对自己没有了信心 如果这样的情况 就算全世界最好的机会 全部都送给你 对你的人生也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要是你对自己没有了信心 更不用去想要 你要可以做多大做多高 所以你必须有百分之百的 相信你自己 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 相信自己能够做得到 为何成功的人总是那么少数 其实就是他们会怀疑自己 他们担心自己会失败 大部分人担心自己会失败 大部分人害怕问题 大部分人害怕阻力挫折 大部分的人害怕被拒绝 所以导致寸步难行 所以就算让他们遇到再好的机会 也是没有用的 相反过来 有些人一开始什么经验也没有 绵腆害羞 没人卖 甚至因为过去的生活方式 导致缺乏了成功的条件 但是却能够在短短的时间脱颖而出 超越了很多人 而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他找到了自信心 开始相信自己 愿意给自己机会 我来分享一个实际的案例 刚开始要做绿位的时候 我用千万百计的去找人分享 结果分享到这个朋友 他的答案是 只想要吃 不要做 但是我把自己评估的过程 用非常兴奋激动的态度 告诉他 这是一个大翻转人生的机会 因此他相信了 可是自己相信还是不够的 他希望能够有神的相助 所以他跑到了龙山市去拨杯 结果拨没杯 可是当我邀请他到公司后 他把产品吞进去了 让他找到了潜伏已久的自信心 因为有的自信心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越做越快乐 越做越快乐 因此就脱颖而出 而且帮助了很多的人 成立一个很大的团队 这个人就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台湾的骄傲 就是台湾的一姐 冯玉恩 所以给自己一个 欢转人生的机会 去克服自己恐惧感 反正又不会死 学习那些 自己未曾做过的事情 这样的人 成功的机会自然就高了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不会有人的成功是侥幸的 成功的人 就是机会来到人面前的时候 给自己一次机会 去大大的努力 选择相信你自己 是可以做到的 一段的时间你会发现 这个开始有了很大的巨大的变化 这一群人 他们变得很有信心 这就是信心了不起的地方 当一个人对自己本身的信心 有了之后 没有什么你是完成不了的 当然除了相信自己 还是不够的 就算有绝对的自信心 有的时候你还需要一个契机 又或者还需要一个平台 我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 从过去的我 就是一个很认真 很努力 过去这么多年来 我不断的要去找一个机会 我不断的去做每一件事情 我用一样的态度 不过在过去的这么多年的努力 并没有办法向今天达成 我的人生目标 以及现在的成果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就是我缺少了一个 可以让我发挥所长的平台 那个平台 我现在选择了绿位 当年我观察绿位的时候 我发现这间公司 到底对自己有多大的信心 只靠着单一产品 在一个小小的地方 可能还可以 但是如果要靠一种产品 要行销跨越国际 那个难度真的非常高 我还记得在我还在观察 这间公司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公司来到台湾 这是不行的 公司必须改变 台湾对直销都是上班坚持的方式 而且民生很不好 而你们的见证又来自于国外的 不会有人花那么多的钱 买一个直销的产品 运作模式也要改 因为新加坡 马来西亚的状况 跟台湾是不一样的 同样的一套的运作模式 是不管用的 在台湾人找人吃饭 吃饱了他就跑了 在台湾 你必须要做的方法 就是找明星代言 老医生来背书 这样才能宣传你的产品 但是公司从来没有管 这一些流言肥语 还是坚持他们自己本身的做法 即使在当年公司刚开始 还没有业绩的时候 不管是表达大会 还是培训会 只要能贡献给领导人的 都是不惜代价的 坚持办下去 在外面这种东西 可能久久才一次 或是一年才一次 而在滤味是每三个月就有一次 所以我常在想 一间公司到底对自己 有多大的自信心 才可以不计成本的做出决定 滤味就是这样子 不管他去到哪个国家 哪一个市场 都非常有自信的把自己的方式 文化以及精神贯彻到底 从当年的新加坡 马来西亚来到了台湾 甚至现在已经到了全球 全世界各国 都是一模一样的做法 我们来谈谈去年 2020年全世界疫情大爆发 各行各业都受到了 很大很大的影响 许多的企业都在想尽办法 做开源截流 甚至有很多的企业 因此而关闭 当我们reway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日本一年里面 仍然开了四间分公司 台湾也开了两间分行 最重要的是 还在台湾举办了一场 排除万难的一个万人宴 还有我们台湾领导人的总行 也没有因为疫情而停摆 反而还付出更大的代价 加速地去进行 让我们可以得到更多 所以你看律位 从过去到现在 对于所有的决定 都是胸有成竹 对于外在的影响 也从来都无所畏惧 这样的一间公司 真的非常的难得 对我来说 建立组织就必须这样子 你必须坚持自己的初衷 相信自己做出的选择 别轻易更改自己的决定 因为所有领导人 所有成功者 都是非常忠于自己所决定的事情 我们既然已经来到了律位 当初肯定有让你看到你想要的东西 让我们做一个决定 我们就应该百分之百地去相信我们的选择 不要去畏惧身边的流言蜚语 想尽一切办法去做到最好 成功者千方百计 以善为导向 失败者千言万语 去尽一切的全力地去学习 要把做到每会必到 每道必会 全力以为了去学习增强自己的信心 成为你的组织的标杆 你的组织才能真正的建立起来 举例 我的交通工具 都是以计程车 当我上了这台计程车的时候 就意味着我选择了它 我必须相信 这个计程车司机 它可以载我到我要去的目的地 所以我必须相信它 如果今天你选择了绿位 你必须相信它 如果你还成为绿位的领导人 你更必须百分之百地相信绿位 相信你自己 而我也可以很大声地告诉你 这个选择不会错 我们看历史测未来 因为已经有太多的人做到了 不单单是我们的团队 还是我 而是全世界里面 已经有太多人 太多人证实了这一点 就是因为他们相信 相信自己的选择 老实说 这13年来 绿位已经不是 我们所看到的11个国家而已 真正懂的人都知道 它已经遍布到全世界了 就好像今天 你知道同一个时间里面 我们有多少的国家 在同时进行着领袖培训会吗 它不会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有可能今天你是第一次了解到绿位 我不知道看到这个地方 你的想法有什么想法 你有什么感想 可是你可能不明白 也可能你还看不到 在这里可以给你一些什么 不过 这间公司所展现的态度 就是尽一切的办法 去做好每一件事情 让所有相信的这间公司的人 拥有一个强额有力的后盾 所以今天这辆改变人生的列车 已经停在我们的面前 而我 早已坐上了这一台列车 我也不怀疑 我总觉得相信 这台列车一定可以带我到达 我所要的一切 然而你呢 我是林晋云 今天我分享就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祝大家身体健康 心想好事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